手工鞏的满足感 我很喜歡手工鞏的滿足感 難製鞏的製作方法 是在製作完鞏後 等要照少24小時脫毛 才會看到成品 不是一個可以即時知道 你成不成功的東西 所以你切下去 你會覺得很挫折或者很滿足 不斷嘗試的時候 在兩者之間不斷浮游 慢慢就會覺得這件事很有挑戰 我是Jeannie 我是一個韓式造型手工鞏導師 有迷思會覺得蕃茄很麻煩 不好用 但其實除了一塊蕃茄漂亮之外 我現在洗澡 都要用自己製作的蕃茄 你可以測試到 原來你用不同的配方製作的蕃茄 但你用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以使用到這件事實用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一個裝飾品 我2019年的時候 去台灣學製手工鞏 而我2020年1月 就已經開了自己的工廠 開工廠 首先你的支出 例如你租金、水電 已經固定了你一定要每個月給 你不可以去預計 究竟你今個月 你可以有多少收支 可否做到平衡 所以一開始都很害怕 我做的工作廠 究竟會否香港人 不懂得手工鞏 或者覺得這件事沒有市場 不吸引 不會想來學 但因為我一開始開工廠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還有正職 變成要兩邊走 同時要兼顧 那時候是真的虧著做的 之後慢慢是因為 可能大家不能出國 變成很想在香港 找些興趣去做 反而之後又突然間 會有很多人來問 究竟可否來上課 因為疫情之後 大家會突然發現 究竟我現在打這份工 是否真的可以一輩子呢 或者我會不會因為疫情 我突然被人解僱了 沒有可以做呢 所以真的有人會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突然間啟發到他 突然間會覺得 我是否應該要想想 我自己究竟會否有其他可能性 所以真的想找換手藝去學 自己幫自己打工 其實就沒有什麼 放不放工的時間 因為時間都是自己長好 自己要鞭策自己 其實你有沒有勇氣去試 但我會發現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敢去做這件事 我們本身已經是 可能一無所有或者什麼都沒有 我們還未去嘗試一下 去嘗試會否可以發展 就算不行的話 你便退回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尤其是年輕一代 可能90後那些 我就會覺得 其實你可以先試 而不是你想想很多東西 去限制自己的想像 是一定不行的 這樣總一定會失敗 他日這件事真的不興 所以我覺得都沒有所謂 其實都是隨遇而安 那我就去再找其他我有興趣的東西 你將這件事發展成一個事業 都不會走得有多遠 我會覺得有人會這樣想 但我又會覺得 你有沒有成就這件事 其實不是別人去定義你的 因為即使別人說得最多的東西 他可以操控自己的人生 但是你不應該被別人的東西 去影響你自己要怎麼走 來吧